我們一直都提出就著過去一些黑暴案件的判刑 看來是有量刑不公 不能夠彰顯那個阻嚇性 這個也都是影響很深遠 我本人是多次都提出 其實是可以參考英國和美國的做法 去做一個量刑委員會 這樣就讓那個量刑可以更加清晰 2010年的時候 英國就已經有量刑委員會這個sentencing council 美國早在1984年就已經有sentencing commission 其實他們訂立的目的都是很簡單 透過這個sentencing council這個量刑委員會 它可以不時就著不同的刑事罪行 去作出一個那個量刑指引的檢視 現在我們看到的量刑指引當然 由高級的法院甚至包括終審法院 可以頒下量刑指引 不過這些往往都是需時 還有可能要等一等案 打幾年課才能上去 那其實是否真的能夠適時應對呢 這個就是我提出的疑問 既然我們任命海外的普通法的地區的資深 和法官我們當然的原意 都是希望能夠吸收一些海外 他們的有用的經驗 在我們的司法機構系統裡面 在判案的時候去運用 既然我們都是可以利用一些海外的成功的經驗 那就不妨我也在這裡提一句 就是其實有一些海外的西方國家 處理投訴法官的行為操守的安排 都值得我們參考的 包括英國的司法行為調查辦公室 這個 Judicial Conduct Investigation Office 這個都是為了他們當地的公眾提供一個有效的途徑 就是如果他們對法官是投訴操守的行為 那不是說判案的主席 判案是司法獨立 我們絕對不會影響任何的判案 只不過是對法官的行為操守有投訴 是可以經過他們當地的司法機構處理 如果都不滿意 那受惡者是可以透過這個 Judicial Conduct Investigation Office 去尋求他的公義的 這個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而在澳洲的新南威爾斯 New South Wales 也都有一個相類似的Judicial Commission 是有成立 裏面有10個Member 有10個成員 6個是官方的代表 有4個也是委任的非法律界的成員 那這個Judicial Commission 在新南威爾斯澳洲的安排 也都是讓到那些受惡者 可以向對於法官的操守行為 有一個投訴的處理 也都是一個獨立的一個機制去處理 那其實就是給公眾有一些信心 讓他們知道投訴法官都有一個獨立的途徑 那相比起我們現在現有的 單單的現有的 司法機構的那個處理投訴的制度 看來是的確有採納這些外國的西方國家的方式去改進的空間 主席 我最後就想指出 司法機構想維護回它在我們本地的一個 這個市民對它的信任、獨立性和那個司法公正 主要取決於不只是它自己說了是怎樣 而是它要透過一些真是機制上它做出來的行為 它做出來的處理是真是能夠令到市民看到的公正 所以我希望在這裡寄予司法機構 就著近日有很多的市民對於司法機構的批評 我希望你們很嚴肅地檢視 這些我覺得都是應該可以作一些改進的空間 吸收一些西方國家的經驗是可以做到一些改善和處理的 謝謝